公務部的運氣應該是很適合水 不過呢,我們在高雄,北部的人性多 還已經有體量了,很嚇人 那如果台北的話,又一定會濕濕的 六點二十,如果真的是,要一定從對我一口起來的 好,好,六點二十 我們的意思就比較不會讓人覺得 假期常會見非常淡穀的事情 所以這是我們的參附生活有一個好處的地方 他找我,他就已經我們都這樣好 那上面裡面比較想的 有關於這種取得的一個方式 你找我的取得,幫我今天就去看吧 然後另外一個呢,我講的是證人 好,所以這是我們在,這談取得 就是我們說呢,我們在談 這部分要看你處理四個階段 而且,還在前面的第一個階段 我取得了,我取得附上的科目跟他的金額 這樣子上個禮拜都講了一些你的方式取得 什麼都可以取得 好,第二次考試的時候我們講的是 主要是你用現金來啦,或者是你整理取得 然後呢,是你自己建 那你怎麼去跟店裡的產辦 那今天,上個禮拜呢,我想 除了這個,取得這個資產 除了賣,跟自己建之外 還有兩種方式 一種會用的嘛 讓大家交換,又換一種就是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大家我說過了,就是 絕少絕少會有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一些的禮物,千萬不要亂接 接著一定有些負擔的部分 那當然,這是我們在講政府 尤其是講政府捐助的時候 尤其是講政府捐助的時候 尤其是講政府捐助 那就是一定會有這樣的相對的一個要求 或者是它的條件 除此之外呢,我們上個禮拜還講到 很快看過折舊費用的計算 那你提到,折舊如果你是公館一年 怎麼去認店的,折舊費用 好,那我們也知道了 如果發生錯誤 好,快進主理錯誤 我們可以講,譬如會私底進行 之前的快進主理有些問題 或者是,現在的主理就是很不一樣 那我們要是去看好 為什麼會有這個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可能是不是之前發生的錯誤 好,那如果是叫錯誤 我們可以一樣更正 好,那如果我們現在處理的方式 跟以前不一樣 是因為環境改變 好,所以我原來的估計的方式 估計的內容 我做了一些燈動 這個叫估計變,很好 或者叫估計變動 那估計變動 我說了變動來 就是因實因地而至 所以這個變動呢 不是誰錯 誰要負責任 所以我們從發現變動 避免重新去計算 變動之後 應該要有的快進主理 好,第三種呢 是會計原則改變 這是我在第二章裡頭講過的 如果你的會計原則發生改變 那這個改變 當然有可能是 管理階層人所做的決定等等 那我們到時候舉了一個例子 你說成果的流動 呃,成本的計價方法改變 從平均法改為先進先出 或者是從先出 先進先出改為平均法 這種都是會計原則變動 那會計原則變動 那會計原則變動 在國際會計準則一開始 就它的主張 它的原則是你要重編以前的財務報表 但是如果你無法重編 好,那我們只好什麼 根據會計原則變動 來補助你的會計 好,那這個時候呢 必須去追溯 不追溯的時間也不會很長 所以呢 我們就是要去 開始這個改變 我們的反例次緩 也叫我們的保留意義 就是,所以這個 我們也是等待 幫大家複習一下 什麼是會計變動 好,好 好,那我們是談過了 會計,因為現在處理的話 現在跟以前不一樣 相同的東西 或相同的交易 現在處理的跟以前不一樣 那不一樣 所以我說了 我們要去檢討 為什麼不一樣 好,那根據它原因 去做它的會計處理 所以是,你要去判上 它是會計錯誤 會計變動 還是會計原則改變 好,會有不同的會計方式 好,就是 第四例四例三百零八頁 我們上次舉的是 外計錯誤 或者更正 好,那接下來我們今天要看的是 已經第一個階段都講完了 第一個階段 應該說第三個階段 折舊的部分也先提過了 好,因為折舊我說呢 它比較特別的一些呢 它是放在復活 好,那我們會再以後再說 它以前還是放在第三章 那接下來我們要談的是第二個階段 我現在這個資產當中 因為它是一個事情 好,現在這個資產當中呢 把基本上你的資產 不用一直用它 不用管它 不用去做任何的維護它 它可以一直長久下去 你現在要想像說你的摩托車 好,有摩托車裡面 你知道車子騎兩千公里 然後就換機油 那騎了可能五千公里 就換煞車油 騎了一萬公里以後要幹嘛 所以每過一段時間 因為你的使用 你可以去做一些所謂的維護 那這種維護呢 我們要先去判斷它維護的頻率 或者是維護的效果 如果它是一個經常性的 譬如說我換機油 兩千公里就換一次 五千公里就換一次 五千公里就換一次 運用 這是經常性的 好,頻率很高 所以這種維護、維修 我們把它當作是一個費用 好,那這個就是我們的所謂的維修費 當我換作這個費用的時候 我就把它稱之為維修費用 當期就把它任列為費用 好,結束了 但是有一些的維修呢 或者是維同一些的維護 它可以造成的效益時間 是比較長的 好,那譬如說 好,什麼樣的東西呢 維修呢 會造成的效益比較長 好,我們問一下你的同學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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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摩托車你做過哪些事情 除了加油之外 在摩托車買的時候 付的價格 付錢 然後平常加油之外 因為這摩托車就 發生什麼樣的事 換輪胎換機油 好 那你多久換一次輪胎 這看齊多遠 看齊多遠 看齊多遠 對,沒錯 差不多7千吧 7千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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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7千公里 要換輪胎 看他的折舊程度 好,什麼看自己 你個人的判斷呢 就看他犯模品了沒 好,看他犯模品了沒 每個人的使用方式不同 會不會造成他的磨損的狀況不同 會,沒錯 好 譬如說 什麼樣的狀況 你家容易磨損 基本上是好 有摩托車要多聽 而且我覺得你應該是 很有這樣的一個知識 什麼情況 這家很容易磨損摩托車 除了你騎的禮速比較多之外 這奇妙 路面比較 比較 比較麻煩的一點路面 請問你叫古山路 古山路 古山路 好像很不禮貌的路面 你怎麼都不禮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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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讓你跳下去 就好了 就是弄不停 好 好,那有沒有跟個人的習慣有關係呢 有吧 應該有吧 有吧 應該有吧 那你認為 應該有吧 舉個例 個人你習慣什麼 會造成 輪胎的磨損比較嚴重 但我其實很安全 你這個問題 可以問李家瑋 你要幫他回答嗎 家瑋 他說 我這個問題要問你比較清楚 因為明天喳嚴重 他就男生 有 不跟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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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跟我說 不跟你說 找找路上 你有許許多的褸賴 首先你預挑選 就隨便 今天你出國不跟 他們的愚蠢也是 他會平常跟想過去 然後你後面就想要大人 那你們知道你的臉口的轉換是在裡面的蟲嗎? 但是蟲的時候可能左右有來車沒有煞車,又衝又煞車, 是中間的折承一下呢? 所以我跟妳講,重要的問題不在於說你的鴻魚在多不多, 而是你開車騎車的習慣有沒有? 也不是,是根據我們的居住地來住的人, 今天如果我們住在高雄,跟我們一分一樣, 或者我們住在馬來西亞, 很欺負我,我沒有住在馬來西亞, 然後在馬來西亞來這裡來西亞。 去越南好了,越南妳看過他們的路嗎? 他們的路就是一個正方形狀, 然後他們沒有這樣, 像他們家就很棒了,輪胎都不用去煞車, 然後你不用煞車就不會過度蠢動的, 那我覺得這種... 好,其實呢,其實說真的, 就是說你騎車會不會容易發生緊急煞車的狀況? 好,那如果你覺得今天下車會破壞紅燈, 一折的騎車方式應該就會, 我原來看已經綠燈很久了,應該快要變成黃燈了, 所以它就開始減速, 所以那個那個路口就根根好紅燈, 它就停下來, 所以就不會解決下車,對嗎? 對,沒錯。 好,好,所以呢,我們就要談, 基本上你的維修可能發生的情形, 除了剛剛所講的一些例行性的維修之外, 比如說換輪胎,它就不是一個常常換, 那譬如說移者剛剛講說六、七千公里, 有可能同... 有些人呢,騎車它的習慣特好, 就是從來不復騎車這個... 做任何危險的動作, 所以不會有發生緊急煞車的狀況, 所以它的輪胎的耗損的情形會比較長久, 才會有需要換輪胎。 那總而言之, 所以不管你的騎車習慣是怎麼樣, 只是你換輪胎, 畢竟不會是一個經常性的動作, 好,所以這樣的一個換輪胎, 我們就不會把它當作是進行性的維修, 因為你換一次輪胎, 可能你可以用個兩年、三年, 或者是你想用這個車子的話呢, 可能時間會正常, 不過輪胎是很常常, 時間經常會很廣, 好,所以我聽那個輪胎車長講說, 不是你都很少開這個車, 它就會比較快, 可以嚇你了, 好,所以, 重點就要談, 既然這種輪胎經常性的維修, 在我們的會計處理上面, 我們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好,其實我剛剛一直在想喔, 為什麼很多同學把會計當作事件, 很難的東西呢? 為什麼會把它想成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好, 我想到剛剛, 我聽到有位同學問我一個問題, 好, 我要請問一下同學那個什麼? 你的看法是什麼? 好, 他說呢, 林安呢, 他從銀行存款裡面, 提了一百萬, 然後呢, 又跟他的朋友借了五十萬, 成立一家公司。 請問一下, 你的會計計要怎麼? 他說, 他問了八九個同學, 包括學長幾? 他沒有全部的, 八九個同學, 那你都寫成不同的八九個分路啦, 好, 八九個不同的分路, 所以, 請問一下, 你做這樣的例子, 這樣一個交易事項, 你會怎麼做? 我再同一個例子喔, 我說, 林安, 從自己的銀行存款帳戶裡面, 領了一百萬件, 然後呢, 他又跟他的朋友借了五十萬, 成立一家, 領個單位公司。 這個事件, 是不是一個會計事項? 我們說, 他是不是一個會計事項? 你要先去判斷, 他不要產生權利、義務, 有沒有發生收入費用? 會計五大要素有沒有發生電動? 如果有, 他就是會計事項。 好, 所以呢, 這件案例, 這個交易, 他是不是一個會計事項? 就先問大家囉, 好, 我想, 產生權利、義務, 應該是沒有問題吧, 至少, 從林到烏油, 一家林安公司出現了, 好, 所以基本上, 你現在是站在林安公司, 去做他的會計帳, 所以你現在要搞清楚, 你現在幫誰做? 好, 你是幫林安個人做呢? 還是幫林安公司做? 那如果你是幫林安公司做, 這個交易分路, 你會怎麼寫? 如果你是幫林安公司做這個會計分路? 好, 這很簡單吧, 因為我們一開始, 書牌裡面的時候, 就講過這樣的一個交易事件, 某某人出資多少, 然後成立一家公司, 現在只是多了一個條件, 好, 那也敘述比較完整, 他這個一百萬錢, 我們哪裡跑過來? 好, 好, 然後呢, 還要記得一個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你幫林安公司做, 你會怎麼寫? 進去想想看, 你會怎麼寫? 進去想想看, 好, 你會怎麼寫? 我會舉這個例子去說, 其實我們碰到很多的事情, 不是那麼複雜, 也不是那麼困難, 也不是那麼困難, 為什麼? 我們從大選呢, 請他學會判斷, 能不能分析, 這不是那意思啊, 其實它是很簡單的而已, 所以, 我把它寫出來, 林安公司, 林安, 是, 五個人, 民房間換, 進去, 一百萬, 一張, 除非內庭, 看來見了哈哈, sunday洗澡也不乾約, 沒有那麼解決, Bob, 這張一言, 我們還是不值得去icycle, 你可以做這件事情, 到哪張房間換用, 好 重複 來 你寫一下 對 剛才你進來以後不開始 我想講這個愛秘的 好 就這樣 我已經寫上面了 假設你認受吸不吸到還沒聽聽 所以我寫在上面 好 我找兩個同學上來寫 你現在是林安公司的 會計人員 你要怎麼寫 你現在跟著課本沒關係 我們現在講附近資產 我現在在講這個東西告訴你說 你怎麼去做 會計帳的時候請大家先去珍惜一下 先去了解一下 你上來寫一下 如果你是林安公司的 會計人員 你怎麼做 徐約齡 你寫另外一個 不是寫另外一個 你也寫 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寫 怎麼寫這個帳 你可以謝謝我 左邊寫這邊 好 你一定要跟他寫一下 來 寫一下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我條件都寫得這麼清楚 你現在是 我跟你講的是 所以說你現在在幫林安公司 會 我們學了那麼窮的困境 現在快一點半了 好 這個比較簡單的 你總是要知道怎麼做 你總是要知道怎麼做 還有 請 河生娘 來 你寫一下 如果你是 就這個案例 如果你是林安 你要怎麼寫這個禮詔 潘宇辰 來了嗎 潘宇辰 你沒來 黃冠琪 還沒有啦 好 那你也寫一下 那個 吳申陽寫 徐岳明好編喔 然後冠琪寫 好 如果你是名安 各人 你會自己看的照 你要眼睛我看不出來 我想 想個想個閃電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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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我們先好了,我們先一個個蠻好的 你先看月裡剛寫有什麼問題 好,你可以改一下 你會先出來改善念嗎? 就你自己的 就你自己的認知,你認為該怎麼寫 好,宜哲也要幫眾府看一看 他該怎麼寫 要不按鍵 講半頁有一個圓上來寫 好,你幫他寫 國藝要寫這邊 你幫他寫這邊,一樣的交易 你先進去寫這邊 你先進去寫這邊 從這樣簡單一個例子,你就覺得說 好,我的筷子交得真慢 沒有把一個基本的概念或一個基本的判斷能力交給你 你先進去寫這個 技巧,或者這種是比較 比較是技術性的東西 可是我說你要先做一些判斷 你才能夠把你所知道的這個知識的技術性放上來 那這些東西其實它不是一個 你不是你會計領域才會知道的啊 你看 我今天要去買早餐 我忘記把我的題材都帶出來了 請問一百塊先自我一下 請問一下 這一百塊,你要不要還 要還啊 就這麼簡單啊 就不用去管會計 你都會想說 我跟人家建議就要還錢 這基本上的概念是這樣啊 所以這個換在會計裡頭也是一樣啊 你跟他建議就要還錢啊 像你還沒還錢之前 你就要跟人家講說 你有什麼負債 一樣的道理啊 只是怎麼去記它而已啊 這個基本常識 或者是生活上面的一個應用 是完全一樣的 好 那我先來看一下 好 如果你是林安公司 但這個地方 因為當時候同學問我的時候呢 我跟他講你要先判管 如果我這樣子文字這樣敘述的話 成立林安公司是在借款之後 所以借款這件動作是誰做的? 林安做的 所以跟公司沒有關係 好 所以如果是這樣 我是現金 這個企業呢 多了 林安公司多了 就是成立產生150萬的現金 然後呢 怎麼會資本公金呢? 因為我沒有告訴你 它是怎樣的 是有限 股幣有限 它沒有講 所以我只要叫股本就好了 如果它是股幣有限公司 基本上 我應該叫做普通股 因為有限 股幣有限公司 在台灣來講 這件規定 一補過去十塊錢 所以我們現在的修法 要把它面值的 硬性規定把它除燒掉 可是目前還沒有 所以我只要成立林安公司 我就寫股本就好了 不過資本公司 資本公司怎麼產生的? 兩個來分啊 一個是你投資的金額 就是你的股票的金額 超過了你的面值 面值十塊錢 我一虎用十二塊買 多了兩塊錢 我們還叫做資本公司 另外一個資本公司的來源就是什麼? 股東捐贈啊 對不對? 這是我們上個禮拜有講過的 上個禮拜有一點講 那個獨場取得的部分 所以它不會是資本公司嗎? 那我剛剛講說 因為這個文字上面的敘述 我們會認定 它是林安個人借的這個錢 來成立這個公司 所以就公司來講 所以就公司來講